電影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如果你以為今天的PK 只有唱歌跟跳舞 那就大錯特錯 今天可以說是星光一二班 拿出他們的鴨香寶 超級大對抗 接下來要對抗的是 魔術表演 一班派出的是潘日文 許仁潔 二班派出的是曾沛慈 方志勇 四位一致站開 我們看出來比較有魔術feel的 就是小紅帽本人 本身專研魔術多久了 佩慈 大概五年有了 五年是不是 大概是哪些類的魔術 手法 道具 動物 從海報裡面拿漢堡 我都會 厲害了 各位 現在這邊就要先贏 好不好 潘日文 你會魔術嗎 真正的魔術師呢 他是靠他的技術 不是靠他的外表 OK 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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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要介紹我們 我們是21世紀最偉大的魔術師 那我是許願池 他是我得力的助手 潘強樹 謝謝 好 許願池加潘強樹 來喔 精采可奇喔 馬上來先來看看 我們一般的表演 謝謝 教育展示 為了這次的表演 新光帽成員特地向魔術大師 PJ文沛然及Jeff拜師學藝 在兩位大師的教導之下 今天這兩隊搭檔 會帶來什麼樣神奇的魔術呢 這個護牌是我們自己的魔術師 誰才是最厲害的魔術師呢 是小潘小雪兄弟黨 還是佩慈之友姐妹花呢 掌聲歡迎二班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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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有唱能力是吧 我們也有啊 我們會 大家看到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回答我快點 很好 很好 有沒有看到 各種 花色點數 都有對不對 好 他 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大師 我需要兩個配角 有沒有人自願 我要一男一女舉手 快點喔 好 你們一人站一邊好了 我在撥牌的同時 你就隨便把手伸進去 你就點出一張牌好不好 好了跟我說 預備 開始 欸太快了 不是啊 是這個 好再一次喔 你要不要換 不要換 真的 方 快 K 是方塊喔 好 現在呢 我想請你做一個動作 來 大家看到這個紅杏K嗎 請你把 啊啊啊啊啊啊 對不起對不起 方塊K 請你 喔 請你把你的食指伸出來 放在上面 然後呢做一個 跟他做一個五秒鐘的感應 然後大家跟我一起讀秒好不好 來 放上去 預備 開始 一 二 三 四 五 好 我們看到這個先生非常認真的感應他 請問你現在有什麼感覺 沒有感覺 我就知道你沒有感覺 可是他有感覺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已經 深深的被你那個觸摸的動作 心動了 他已經記住你了 你相不相信呢 不相信對不對 我也知道你不相信 那我們再做一次好不好 看他記不記得住你 再來一次喔 一樣的動作 好 不要緊張喔 好 這張是不是 要不要換 不換 不換 確定不換 請大家告訴我這是什麼牌 為什麼你偏偏選到這張呢 你為什麼不選別張 現在請你把食指伸出來 小姐請你也把你的食指伸出來 請你們兩個 大家不要叫我不要叫我 沒事 跟我一起一樣 數五秒鐘 做一個五秒鐘的感應 這個心電感應是會傳染的 我再強調一次會傳染喔 預備 一 二 三 四 五 好 手可以放開了 我剛剛說過了 這是會傳染的 所以我一樣要做鋪排動作 請你跟那位先生一樣 把手放在一個 好不好 好 預備 要換嗎 不要 確定不換 真的不換 不換 好 奇怪 她少抽一張就是方塊8 多抽一張 喔 是方塊K 為什麼她偏偏選到這張呢 現在要請方志友小姐站起來 站起來 Stand up 然後呢 我剛剛說過我預言啊 齁 不相信我嘛 把大提琴轉過去 大家一定 我做人這麼誠懇 有沒有看到這個 是什麼 紅包袋 裡面裝的不是錢 是我的預言 那 我想要請 這兩位剛剛做過心電感應的 先生跟小姐 你們隨便選一位把它打開 看 倒了 拿板了 我說真的喔 其實你們唱歌跳舞就好了 一點點 張宇老師請講評 兩位這麼簡單的魔術 搞了快一個鐘頭 我也很佩服你們 但是還是分得出高下吧 對…我剛剛有在計時 比較短的會分數比較高 小虎老師 我個人還是要看內容的 我們馬上就來按分數了 一般的魔術表演可以得到幾個燈 潘宇文 曲人傑 潘宇文 曲人傑 潘宇文 曲人傑 得到的分數是 17分 18 好 接下來 二班的2266魔術表演得到的分數是 請評審按燈 15 16 16分 恭喜一般獲勝 四位的魔術十堆讓我快睡著了 不是 我是說太好看了 讓人捨不得去睡覺 最後恭喜小潘小曲獲得獎金500元 請半億 正恩 甚至幾乎